今天3月17日 跟大家聊天這一分鐘是3點8個字 因為一會兒4點後鐘 就是1TV要做訪問 另外就是奧亞衛舍要做 接著就是廣東電台要做訪問 時間比較緊一點 所以提早一點跟大家談一談 今天A股就很神用了 又再進一步上升 上升之數終於成功升破了 09年8月4日的高位 3478點 這也是上升之數整個牛市二極的浪頂 今天攻破了 而且高收在3503點 就是說整個技術上 仍然處於一個續沉頂的形態當中 前個星期就因為IPO 被動的資金有3萬億 現在的錢都開始翻出來 一翻出來就一路向上撲 升勢一時無兩 不過要講一講 這個小升浪是由2月9日的低位 3049點開步的 到現在這一刻 大概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說的是四個星期多一點的 都不知 勢頭仍然處於一個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就是說一天上升指數 仍然是咬著高台逐步推升的話 整個星勢是欲霸不能的 也要提防高台的反覆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再看看 港股又如何呢? 美股又升288點 A股又創了這幾年的新高 唯獨恆生指數 這分鐘仍然在跌 今天早段是高開的 一百五十幾點 接著在那一刻開始 已經買盤不計了 之後呢 跌下多一點 跌下多一點 陰陰陰陰陰陰陰 結果最後呢 那百幾點的升幅全部沒有了 曾經那裡是倒跌百幾點的 為什麼會這麼差呢? 其實呢 說多話少 顯示得到市場 或者機構線流資者 對港股的看法是比較保守 第一就是政治上的增壓太多了 其事來說就是旅遊業 暫時來說呢 真的可能會進一步受到衝擊的 不是說 反水貨客啊 或者一些遊客啊 不理會啊 不是這麼簡單的 香港的產業點其實呢 是不外乎轉口 工業 金融業 和旅遊業這四個範疇 轉口人家已經有鹽田港了 而且越做越好 剩下金融業 建築業和旅遊業而已 金融業和建築業 暫時都還可 但是呢 你看見股市就知道了 經常都沒有什麼大成交的 即是已經是 有一點點是 逐步逐步下限的格局了 你相對A股 動了就說幾千億成交 香港只有幾百億 不用我說 大家就知道呢 真是兩者不能夠相比啦 好了 旅遊業如果做得好的話呢 整個營商環境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包括酒樓食肆啦 酒店業啦 餐飲業啦 地士啦 運輸啦 以至呢 零售等等等等 整個工業鏈都是受惠的 好了 游客到說 現在說明 來玩而已 不消費的 你就不要趕我走啦 我不是水貨 我是不購物的 我是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實際生活的 你猜這樣一件好事嗎 其實對香港經濟是很大打擊的 零售業沒有生意 飲食業沒有生意 酒店業也都是不如前 最重要就是運輸業 還有很多從業員 都開始慢慢慢慢感受到壓力的了 那麼一個這麼重要的工業鏈 如果真是受到創的話呢 其實你說呢 金融業 沒有可能不反映這個因素 是不是 股市又永遠反映前景的嘛 那麼如果你說 某個大的行業 大的板塊 真是受壓的話呢 現在這一分鐘的股市呢 真是有波幅 沒有勝負 有反彈 沒有大升的 因為大家預期你三個月後 半月後情況會更加差的嘛 所以要說這麼多呢 只是代表 希望呢 整個產業鏈呢 能夠回復回以往的正常運作 那就好了 那麼恒指呢 說一下說一下 仍然是23,900 那麼三月份的市呢 都仍然是先高後低的 高位是2號的 24,998點 低位暫時來說呢 是12號的 23,677 那麼金融業跌幅有1,321點 你說夠不夠呢 其實來說也不算少 但是 如果你說呢 已經應該不會再跌的話呢 現在這一分鐘在技術上呢 他沒有顯示到這個信號的 因為 我要等到恒指 回到100天線 站在100天線樓上 我才可以跟大家說 哎 市不再下行了 差不多了 那麼 也都要等到指數呢 進一步上破了50天線 才可以出現了一個信號 就是說 市已經完全擺脫了 逐層低位的形態 在那一分鐘呢 還有機會 轉移為一個 浴市頂的格局 我所說的頂當然是24,998點了 不過現在這一分鐘 老實說 都仍然是不可以的 幸好還有10個交易天 3月份呢 始終是 年度的第一個季的季節 段股差都不會差成點的了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指數未能夠翻上10天線 的確有少少的心 都仍然不安的 這點大家要留意 那麼 拿的貨少的 磁形保態 拿的貨多的 不是今天 跌穿10天線 一早就應該做風險盤利的了 好了 講到這裡 明天這個時間 再讀理經